接下来我们要来看JavaScript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做匿名函数 还有回忽 JavaScript的函数非常非常的弹性 大概是我所看过程式语言里面函数最弹性的一个 所以我们学过的那种传统函数写法 像这个Function,Sub 这样的函数写法是正常的写法 这种是第一种直接宣告函数的写法 但是有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我在写Function的时候 先不给像Sub这样的名字 我先不给 不给的话它还是一个函数 接下来我可以把这个函数 这个叫做匿名函数 就没有名字的函数 我把这个匿名函数塞给一个变数 像ADD 那这时候我就去呼叫 ADD35 是OK的 它会传为3加5的结果就是8 那我如果呼叫像这个正常写法的Sub Sub72 那它会传为7-2的结果是5 那这两种写法在JavaSquid里面 正常的写法其实常常反而比较少人用 这种匿名函数的写法往往还比较多人用 所以我们的执行结果就是像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们今天对JavaSquid的参数传递而言的话 一般来讲它是使用传值的方式 但是呢其实对于物件 它其实传的是整个物件不是内容 而是传那个物件的指标 也就是传参照的方式 所以当你采用传值的时候 你在里面把变数改掉 它是不会改的 但是如果你传的是物件的话 把里面的内容改掉 它是会改的 这是在参数上面要小心的一件事情 OK 那更厉害的是JavaSquid里面 它还可以把函数直接当成参数来传 那这边有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SubAB 那就A-B 那我们写一个叫F5 F5 A 然后呢 FA5 这好怪哦 好怪哦 为什么呢 到底是在干嘛呢 我们看它的物件会比较懂 这个Sub85 那是8-53 OK 但是呢 我现在是叫F5 F5 是这个F5 里面我把Sub传进去 Sub传进去 所以这个F就是Sub 好 那A呢 就是这个8 好 所以它会变成Sub85 所以我们可以把函数当作参数传进去 而且呼叫的方式就直接把这个参数拿来当函数呼叫就行了 这样的结果会让你的层次非常弹性 这是JavaSpeed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用法 所以我们就这个层次叫FPDR.js 我们执行的结果 Sub85是3 F5 Sub8 也是3 因为 F5 Sub8的结果 就是 F5 然后呢 Sub F变成Sub 8 A变成8 所以就变成 Sub85 当然结果还是3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更厉害的是 这种方式 有时候很好用 举个例子我们想写一个RUN函数 RUN函数它可以执行任何一个函数 任何一个参数的函数 那我就可以用RUNFS 在里面呢直接用FS来复价 那这样的结果我执行完之后 我把它只存到这个FS里面 那我就可以用console.log把它印出来 这个有什么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好了 我们写说RUN Mass.sine Mass.py 除以4 那它的意思就是 我把Mass.sine传给这个F 把Mass.py 除以4呢 传给S 所以它其实执行的这个FS是什么 就是sine四分之π 那于是它最后会印出sine四分之π的结果 sine四分之π就是0.707 OK 那其实0.707这个应该有特殊的技法 好 接下来呢我们 如果把这种函数传进去的方式 不是套用在单一值的上面 而是套用在整个阵列的上面 那就可以设计出一些很美妙的高阶函数 这个美妙的高阶函数 其中一个例子像 each 我可以把对F这一个函数 我可以让它对每阵列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呼叫一遍 所以我for we are i in a 就呼叫f a i 那a i就是正列里面目前的di的元素 那我请把它传给F去呼叫一遍 那这个回圈就会把正列里面每一个元素都呼叫一遍 所以我如果今天写 一举3456 console.log 那它就会印出3456 那更厉害的是如果我今天写一个叫做SinePrint S这样的函数 那它会印出S的Sine值 那于是它会印出S的Sine值 S就是会放在这里 那Sine值点Sine会传到这个%d的参数里面 好 于是它会印出的结果就会是Sine3等于0.14 Sine4等于0.75 Sine5等于0.95 Sine6等于0.2 -0.27 前面有复 好 那这种写法 它其实还蛮好用的 觉得 那在JavaScript里面后来也大量的加入这种函数 基本上像zQuery就是属于这类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它的一个更特别的用处 我们可以做一个印射函数 把F 把正列里面的值 每一个值都透过F 印射到另外一个值 然后把那个结果正列传回来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的 这个准备得 到我们的 搓ט vàmato 结果會是 9 1 2 5 6 4 每一个元素都是对应元素的平方 4 那就太好用了 所以我直接如果物叫Map %顺数 s.sine就會取得每一個值它的sine值 所以如果map sins的話 它會是每一個值它的sine值就會變成 被印出來 那這裡就很有趣了 就是它這種方式可以讓你透過把函數傳給參數 就函數傳給函數當參數的方式 然後做很多很神奇的事情 那最後呢 我們會用這種方式來做 Node.js裡面一個大量使用的呼叫方式 叫回呼 那這邊我們舉一個例子 JavaScript裡面有內建的函數叫setTimeout 在瀏覽器和Node.js裡面都有 那這個setTimeout是這樣的 如果我今天呢 有一個函數叫printtime1 然後我會印出現在的日期時間 那我setTimeout printtime1500 這500意思是500毫秒 500毫秒就是0.5秒 那它就會在0.5秒之後印出這個東西 呼叫這個函數然後印出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一次而已 就印一次 只印一次 但是呢如果我們要讓它印很多次呢 我們就在印完之後再呼叫一次 setTimeout 那它就會在 印完之後 再0.5秒再呼叫一次 那又印一次 再0.5秒再呼叫一次 又印一次 這種方式其實已經有遞回的概念在裡面 那這種概念 可以讓我們一直印 一直印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第一個printtime1 它是 前面那個印一次的印出來 後面的這個printtime 通通都是後面 連續印 一直印的 那個程式印出來 那這個程式基本上不會停 它會一直印 所以你要按兩次Ctrl C 強制中斷它 否則的話 你的那個 命令列 就會一直印下去 就不會停 好 那這是有關於 回呼 和函數的參數 這些主題 好 那我們就 先暫時講到這裡